男子衝下樓梯看起來相當驚恐 後頭跟著跑出兩名凶神惡煞 男子趕緊溜進麵店打算躲起來 但眼看自己的包包被兩人搶走 男子顧不得脖子上還流著血 頸椎在後大喊搶劫 從事黃金回收的陳先生 頸部和臉部都是刀傷 還得住院治療 回想事發經過仍是心有餘悸 5月10號下午接到電話 以為是一般客戶 相約在日租套房交易 他一進門就看到兩人 拿著槍和西瓜刀大喊不要動 嚇得陳先生奪門而出 跑到旁邊的麵店求救 後來追著兩名嫌犯 邊跑邊喊搶劫 附近民眾發現後 也追了上去幫忙制服其中一人 因為工作關係 身上時常帶著巨款 被搶的包包裡 除了台幣91萬 還有200元美金 6兩黃金和一枚戒指 損失超過120萬 當時他被刑搶的過程 他有拿出他防身的防昂噴露器 噴向其中的名歹徒 遭民眾制服的郭姓嫌犯 到案後工程缺錢才會動起歪腦筋 陳先生專做黃金買賣回收 在圈內小有名氣 沒想到會被歹徒盯上 警方沿途調閱監視器 掌握嫌犯特徵 要盡快將另一名再逃共犯 省之以法 記者謝偉強 温思函 特徵報導 中侯 公爭 公邦 公邦 感谢观看